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由于性格、打法和定位的不同,每位球员对于篮球的理解也是不一样。 有的球员天生就是得分手,有的球员篮板就绝,比其他人更出色。 而有的人和天生更喜欢传球和助攻队友了。 但是在三项基础数据得分,篮板和助攻中,无疑得分更加容易。 毕竟每场比赛得分30家的球员很常见,但是篮板和助攻30家的则少之又少了。 但是NBA中却有这么一群球员,他们一场比赛助攻比得分多,丝毫不让人意外。 他们都是谁呢?如果一位空位打出20加10的数据, 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攻和组织兼备的大师。 但是如果我们说的20是助攻而10是得分呢? 没错,这个人就是龙多没跑了。 作为传球大师的龙多,经常打出助攻比得分多的比赛。 毕竟龙多相比个人进攻,精妙的传球才是他的专场。 而现役还有一位助攻比得分多的球员,那就是勇士队的格林了。 本赛季的格林场均可以砍下6.9分7篮板和8.8助攻。 三项数据中,得分竟然是最低的。 在比赛中,格林也经常打出篮板和助攻上双,但得分却是个位数的两双。 看看格林赛后的数据,15助攻对于他来说,可能不是什么问题。 甚至拿到15助攻的概率比15分还要大。 而要说之前,NBA中助攻比得分高的球员,那么不得不提的一人就是基德了。 作为传球大师的基德,在比赛中更愿意传球带动队友,而并非个人进攻。 甚至快攻二打0的球,基德都要传给身后的队友,怒刷以助攻。 因此基德,也被球迷戏称为基布公。 而作为叱咤90年代,由他双煞之一的斯托克顿,也是一位看中带动队友的团队型球员。 众所周知,斯托克顿是NBA历史助攻王。 他的助攻高达158064,即便每个球算成两分,他也直接帮助队友得到3万加的得分。 而他生涯的总得分,却只有19711,助攻和得分,差距不到4000。 而之前NBA另一位组织大师,也是两连NVP的获得者纳神,同样是一位注重助攻队友的空位大师。 尤其,第一个NVP的赛季,纳神场均得分只有15.5分,可以说是历届NVP中得分最低的,他能够当选。 正是因为,那个赛季他的场均助攻,高达11.5次,单赛季场均得分和助攻只差4次。 可以说,纳神在梳理球队进攻方面,鞠躬至尾。 I quit,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